一、生肖牛,如果没有那种完美的幽默平衡,你就不可能像任何一个生肖牛那样坚强和乐观。 而生肖牛则与那些喜欢做愚蠢的事情来取乐的人在一起,他们是傻瓜,如果你渴望在I十一的日子里开怀大笑,那就去找你的生肖牛朋友,然后让他们给你讲个笑话。 二、生肖虎,生肖虎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个傻瓜,这样你就可以开怀大笑了,他们会竭尽全力让人们开怀大笑,但我们不是在谈笑风声,我们谈论的是咆哮的,反裂的笑声,生肖虎生来就是个傻瓜,他们一生都在高兴地拥护这个头衔。 三、生肖虎,生肖虎有两面,理性,关心,沉着的一面和傻瓜,就是这样,当他们感到安全时,就会释放自己,他们会用一个笑话来打破僵局,整个房子都会因此大笑起来,生肖虎喜欢当白痴,他们对此毫无自我意识。 四、生肖虎,他们恰好也是这个星球上最有趣的人,也许这就是他们如何处理思考的方式,生活和他们一样令人分悟,他们通过让他们笑来克服自己的眼泪,但是当他们打扮成傻瓜的时候,就好像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拥有那个内心的小丑,他们知道自始至终都在那里。 五、生肖虎,你必须像生肖虎一样不距离于自己,才能像他们一样。 在游手好闲的行为方面,做得和他们一样,生肖虎会推测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什么,然后跟进一些完美之行的傻瓜计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